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修一台暖风机 这个是奥克斯的 我们看后边的标注 奥克斯 然后这个功率是2000瓦的 个头不大 功率还是 挺大的 现在它的问题是 可以往外吹风 不过吹出来的风啊是自然风 并不是 并不是热风 现在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 拆开以后我发现内部是非常脏的 我用吹风机给它简单的处理了一下 然后风扇上面还是有土的 我们就先不用管它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是很简单的 这儿是一个调温度的开关 然后这个是个档位开关 然后这儿是一个发热丝 这儿是风机 它就相当于是在我们家里边就是吹头发用的那个吹风机是一样的 不过它的功率 比较大一点而已 它的工作原理是非常简单 当我们把那个加热 还有风机全部都打开的时候 前面这个发热丝 它是发热的 发热以后然后风机 它就把这个热气 给它吹出来了 从而达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然后现在它的问题是 风机转 不加热 所以它出来的问题 出来的风就是自然风 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检查下这个 发热丝 看它有没有问题 主要是检查这一块 还有就是控制它的开关 我们先把这个发热丝给它拿出来检查一下 看一下发热丝上面有没有烧断的 看着外观还是挺新的 并没有发现有烧断的 然后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 这上面还是有个温度保险的 我们先用汪安表来测量一下 看这个温度保险有没有出现 开路 如果它烧坏以后 这个 发热丝肯定就不会通电 然后就不会发热了 我们检查下它 我们用汪安表的封名档来检测一下 这个 已经烧坏了 正常的是直接导通一条组织 没有才对 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才对的 应该像这样才对 它这个问题就是 温度保险烧坏了 我们把它拆下来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型号 它是121度的 我们用剪刀把它两边给它剪掉 然后换个新的 然后用烙铁我们把它给焊结实 因为这个功率比较大 一定要把它焊牢固了 现在已经焊好了 更化这个温度保险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烙铁呀 尽量的不要长时间 给它一直长时间焊 如果长时间焊 这个加焊的话 温度如果超过它的温度 就会把这个保险给烧断的 然后我们把壳装起来来试一下 应该就修好了 通暗电后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调个最高档 然后这个温度调最大温度 这个热风还是挺毒的 可以完全没问题 现在比较烫手了 其实维修好比较简单 好了视频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